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7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次我们来说说 大家知道香港是明日大婴,明日大婴就是人工岛 其实很多基建都是人工岛的 但是欧洲媒体就说 以色列外长Katz 原来之前就向布鲁塞尔 的欧盟27国外长 就讨论以下战争 但是他居然 在会上突然间展示加沙人工岛的介绍 这个影片 令到欧盟各大官员就说 喂,你干什么? 不是,你打算将那些 你整个什么明日加沙 打算整个人工岛叫那些人上去 不是呀,老板 后来当然 以色列说 不关事,没关系 但是 之前你经常说 没关系 有些事情就没有兑现 所以大家都害怕 并且进一步 有人就揣测以色列 是否想把全部巴勒斯塔人 是带到人工岛那里 其实也反映了欧洲大部分国家 都对以色列不太信任 你干什么?你整个岛 这条片段是2分46秒 以色列就介绍在加沙 对出的海域 建造一个人工岛 他就说 是否这么好 我们又可以 帮你们加沙发展 又保护我们以色列的安全 这个卡 亦是播放另一条片段 片段当中就显示 连接加沙和西岸的铁路计划 好像大搞基建 片段一开始就以 情报及运输部长 介绍 确实在15-19年期间 身兼这两个部门的部长 他亦都说 这个是旧片来的 不要说这些了 旧片来的 但是 有些事好像引弱其辞 但欧盟原本想借着这个会议 与以色列商讨加沙的人道问题 并且游说以色列支持两个方案 为什么你跟我说过这样的东西 做过什么 是的 这么搞笑 是的 这么不搭 所以这个 欧盟最高外交官 即是欧盟外长 可以这么说 博雷 在会议后明显对Cats 感到不满 他证实在会议上 的确播放了 加沙人工岛的影片 明日加沙就麻烦了 你叫巴勒斯坦人走 这件事 其实西方就不愿意见到 因为这样搞到中东国西东当 搞到他们 更加向记者说这段影片 和今次讨论好像没关 如果这位以色列部长 他将时间花在 这些东西上 不如想想其他东西更好 其实也有中东媒体说 Cats提出这个建议 其实就是想 加沙煲 其实是 他现在就说没关系 你刚才说 媒体说是否他打算抛出来 因为他知道欧盟 不想加沙是出事 因为他担心中东局成一块 那些人就通过北非跨过地中海 之后就会去到 不是加州 去到欧洲 去到欧洲 这个中东媒体就觉得 你这样搞呢 是不是想把加沙的人送去 人工岛 但是Cats说 没有 他很搞笑的 我没有这样正式说过 正式两个字 正式 博雷你也没有说 Cats有这样正式说过 你刚刚是不是 赤佬是沙布是市下位 你为什么要担心 那些人 成为寻求庇护人士 跑去你们国家 我现在把他抖就行了 假扮 假扮措手 放了出来 不是 不是 这个是帮他发展 你们想多了 我帮他发展 这样说 无论如何 这个以色列总领内塔尼亚湖 其实上个星期已经明确表示 拒绝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 或者在西岸建国之后 其实外界逐渐揣测为 你想怎么教内塔尼亚湖 Cats在这次会议中 应该跟欧盟不欢而散 也显示了以色列和欧洲大部分国家 现在的想法是比较差 除了德国 德国就和他 狗撑 但也很难狗撑 为什么呢 因为联合国 近东救济工程处 我们说过联合国部门当中 利势人数最多 最厉害被尔军轰 他们 有很多办公室 原来他们位于加沙南 是汉油尼斯一带可以用了三万人的设施 遭到这次不是空中攻势 坦克的攻势 造成了大规模的离势和受伤 老透社也说这次事件 美国是汉油公开谴责以色列 以色列随后就说不关我事 他就没有直接说 真的是动手的哈马斯 他暗示 可能是在哈马斯做的 你真是永远的 万能丁 说回这位 联合国也发了正式文 说 现在 汉油尼斯的冲突 是在升级 第二属于 近东救济工程署的一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可以容纳 这层求疑惑人士 几万人的培训中心 刚刚被人动手 有建筑物就有消防大事故 并且有大量人员伤了和离势 但还在统计人数 联合国就说由于进出培训中心的安全通道 已经被迫关闭 大量民众困在其中 当然乙军当然不会放你走 亦表示 有两枚 来自坦克的 这个是 露弹 射中了这个培训中心 导致最少9个人离世 75人伤 近东 救济工程署和世卫 现在正式进入培训中心 看看 还有多少人伤 受伤的救援 但以方 他相顶的一条 路线被土壩挡住了 所以联合国也说 加勒又经历了可怕的事情 利势人数可能更高 近东救济工程署 的主任 他也说 汉尤尼斯的职业培训中心 是近东救济工程署最大的设施之一 是收入了三万多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联合国也说 如同我们 对所有设施 所做的事情一样 其实这个大院有着清晰的联合国标志 这样都被人动手 是哈马斯嘛 是万能基里 原来他们也说 他们坐标已经与以色列当局共享 什么意思 为什么 告诉你 对 这是对战争基本规则的有一次公然了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帕格尔 其实他的英文名和彭代宁是一样 你知道印度裔人士的名字 有些是重复的星哥 那些也是 原来 他也说 我们对于 昨天 针对联合国这个地方 的攻势表示遗憾 平民必须得到保护 联合国 设施的保护性质必须得到尊重 人道工作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我问你下一句你就回答不了 为什么你还要攻军备给以色列 为什么他这么恨中国 中国就是说对 你一边叫人停手 一边给军备 给工人也有 我想问一下 事实上是 是的 事实上是这样做的 是的 你怎么说 你这件事是这样的 美方也说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 向平民 即联合国的机构 向平民提供所需要的 救援 这个回助 但是他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不然 华盛顿严厉批评之后 以色列 昨天 发表了声明 以军已经排除了 我们动手的可能性 你自己查自己 我们没有 我们排除了自己的可能性 真是好笑 以色列国防军也说 现在对于赤斯附近的部队进行 彻底的审查 并且审查 是不是哈马斯动手 其实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已经是 是哈马斯做了 但是很搞笑 但是联合国 看来就好像说你 当然希望他查了 说真的 现在未知真相 但可能真相永远都没有 今年一来 以色列加强了对 是汉尤尼斯的攻势 就是那句 哈马斯那里有指挥中心、控制中心 前哨站、安全总部 其实你各个地方都说有什么中心 什么都会用 是吗 是吗 那也说 摧毁哈马斯 在汉尤尼斯西部的军事框架 在这次行动背后的核心逻辑 以色列也承认这个地方是个人口囚密的地方 是一个由平民组成的地区 所以我们用非常准确和精准的行动去打击哈马斯 是吗 哦 我不相信 但是联合国 你说 不管是否有平民都会照顾 这样是精准的 精准吗 是 肥底的人的时候是不是精准 意思是这样 其实 这个联合国 亦说加沙总体局势急转直下很久 其实这个星期以来 由于战事加剧 汉尤尼斯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流离失所的现象 很心痛 新到达的寻求人寻求备会时 现在已经沿着加沙南部 拉法和埃及之间的边境围栏 搭起了帐篷 其实 联合国亦说 拉法市目前居住了130万人 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这么庞大的 移民潮 当然我相信他们 避一避就回到巴勒斯坦居 他们赶不走 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的土地永远都会走 其实 最西奴尼巴冲突 很快就应该会到两万六千人 那这些 究竟是不是你们口中的 捍卫什么权益 什么权益 是不是什么灭绝 那么多人来世还说捍卫 你捍卫什么 现在运缓什么差 真的不知道 其实联合国在1月8日时 亦都说自从去年 10月7日以来 他们设施已经被 遭受到220次的攻势 其中63次直接动手 有146人 是 离开人世丽人心痛 另外他们也说到目前为止 最少304名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 在近东 救济处的这个庇护中心 庇护中心也没有用 一样是轰的 这样就没有了 一千多百手伤 没错 原来联合国 近东救济处强调 对教育设施和联合国设施 动手是违反了 国际人道法 那你问一下 怎么办 拜登怎么办 这个 我都不会说 反正西方都要狗撑他 不如你这样搞得你松松的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次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